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talk love 现在是十点四的四分 这个是real time 的技术分析 昨天的时候呢,我就有分享说 它是比较难突破 这两个头码风的 因为很多指标都是往下压 这个头码风 这些MA20,MA200,MA60都是往下压 所以比较辛苦一点,很难突破 就算突破的话,它肯定也是会飞来的 所以今天早上呢 昨天收盘的时候呢,真的是不可以突破 通高飞落,突破不到 今天呢,继续往下掉 现在是由这个MA60在守住 就是蓝色条线,刚刚好啊 这是real time 的哈 所以守住 这个MA60呢,老实讲是往下的哈 所以 tap hole的话呢 什么意思呢,就说MA60又会往下压 然后呢,就是MA20了 我个人认为呢,它回来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技术分析已经跟你讲了 头码风已经跟你讲了 重点是,它会回到哪里 嗯 我个人认为呢,要tap hole这两个点呢 应该是比较难点啊 它应该是不会tap hole,也就是大概是2块钱 它是很难tap hole了的 它的下一个支撑呢 应该是这一个 啊 这多少钱呢 大概是2块1左右 2块1 2块1 看下这个视线,画条线来看一下 这条线是2块1毛半 2.15 现在是2.3多 所以相差不远啊 所以这一个呢,位置它的一个很强大的支撑 我估计呢,它会来这边 回来,然后这边可能叮叮咚咚咚 又上回去,或是往下跌 呀,不知道 所以2块1呢 2块1,2块1把半呢 如果那时候要去接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ok 这个就是我对tap hole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啊 记得 不要随便去接 最好呢 来看一下我的视频 我会给你 因为我的视频是Roya Type啊 是实的 会给你 会给你 立刻给你知道一下 应该要怎么去操作 呀,这样你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套 或者这么容易买到贵 或者买到便宜 呀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就可以帮忙我去share 帮我去subscribe我的这个视频 如果你 觉得有帮助 你也是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 谢谢大家